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浙江千岛湖浩浩荡荡的捕捞队正在用巨网捕获丰收鱼 甘肃东乡 马良一家将刚收获的土豆制成各色美食 在平时烟火中凝聚温暖 好吃 鱼旁也不少 北戴河的渔民们踏浪而行 在起伏的潮汐声中烹制幸福滋味 贵州立波 一场乡间厨艺大笔心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拉大网踩高桥 广西东兴人用别开生面的方式获取着属于他们的美味 广东台山来自五湖四海的八偶人再次聚集起来用汗水浇灌收获 跨越山河湖海 行程数万公里 味道调查员与您一起感受丰收之美 封收 封收 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 也是辛辛劳作的殷实回报 从沃野平原到江河湖海 丰收的乐章正在中华大地上奏响 在碧波天井的千岛湖湖面上 一场激动人心的巨王捕鱼正缓缓拉开帷幕 被称为中华一决的捕捞方式 有何独特之处 天下 真的是万鱼群舞 共恨丰收 千岛湖体型巨大的胖头鱼里 隐藏着什么秘密 好 这里来了 好 看似不起眼的食材 如何烹制 才能辩废为宝 感觉像变魔术一样 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 有何神秘之处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 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这龙筋群出来有什么用呢 做菜啊 这能做菜吗 西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 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风收季 鱼满仓 千岛湖的鱼 有哪些不一样的吃法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芝心 这一次呢 我们来到了千岛湖 那这一次味道调查的任务呢 先从看一场表演开始 千岛湖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境内 是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 兰续新安江上游江水 而形成的人工湖 因湖内 有1078座脆岛而得名 地理地貌的改变 给当地人的生活 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现如今 比起千岛湖的山水 湖里的鱼似乎更有名气 好了 巨王捕鱼要开始了 捕捉队员也已经就位了 非常激动 已经有点动静了 水面上已经有点动静 看这个还看 我开始跳起来 看 已经有一条鱼跳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很多鱼 不能不能跳起来了 我觉得现在只能用画面 来表达这种壮观 看一下 真的是万鱼群舞共和风收 被称为中华艺绝的巨王捕鱼 是千岛湖捕捞队的独门绝活 那么这种捕捞方式 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被称为巨王的网 到底有多大 整个捕捞流程 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决定前往捕捞队员们 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一探究竟 好啦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出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捕捞队员生活跟工作的地方 我看已经有队员在里面 在修捕渔网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 深度体验一下 捕捞队员的生活 来感受一下 生活在千岛湖中心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大家看到了吗 可以看到很多队员在 应该是在修捕渔网 感觉好大的渔网 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大哥 在干这么细致的活 我来看看 我看看 这网好大呀 这都是一张网吗 这是一张网 都一张网 这得有多大呀 这个长得有100米长 100米长 所以得好几个人一起来修 咱们每天都要补吗 每天都要修补 因为普劳的话 下网肯定是要铺的 还有就是最近丰收季节 对呀 鱼特别多 然后铺损率应该更高 下网的频率越高 网铺损就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这个修补网之业 就是我们已经很基础的 一张业务基础 明白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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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 就是好几艘船连在一起的 我看这像宿舍 这一个个像宿舍 他们感觉每天都住在游艇上 这里就是捕捞队员的衣帽间 就是全部挂着他们的这个 衣服呀 鞋子呀 头盔 然后上面都有名字 都有写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看到这些摆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捕捞队员 每天整整齐齐一大早 从船上出发 然后出发去捕捞 然后再回来 然后脱掉疲惫满身大汗 然后再继续第二天的工作 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单调 可以说是有一点枯燥吧 因为都是生活跟工作在船上 半个月才会一次加 所以看到这些衣服 我就好像看到他们 日复一日的坚持 然后这种坚持会让人觉得很敬佩 给他们点个赞 丰收的喜悦背后是辛勤的付出 为了感受捕捞队员们的生活 味道调查员执心 决定从巨王捕鱼的第一道工序 开始体验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凌晨四点多 因为太早了 船上的电机还没有发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特别特别的黑 好 赶紧出发 走 这艘船是猫叶队 对 祖师小艇 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咱们到渔船林去找渔 感觉整个千岛湖还没有苏醒 我们已经出发 怎么看的呀 这个已经能够看到了 如果说这个天没亮之前 这个用耳朵听呢 听鱼跳起来声响 鱼起跳的时候 花年的时候 咕噜咕噜 我听到声音了 这个是白年 您还能听出 这是什么鱼吗 对 这个是白年 怎么判断啊 它这个水花 这个声响 起来的声响 花年在跳起的时候 嘴巴里含了一股水 咕噜咕噜的 叶志青 千岛湖捕捞一队队长 算得上是千岛湖最懂鱼的人 叶志青的听鱼绝活 是他在漫长的捕捞生涯里 磨出来的硬功夫 我捕鱼捕了35年 一直在从事捕鱼这个工作 千岛湖的地形地貌 环境 还有不同鱼的学性规律 都掌握得比较熟悉了 叶队长告诉我们 发现鱼群之后 经过蓝网围堵 四网驱赶 不断缩绞水域范围 将鱼群赶入最后的张网 才有了最后激动人心的 巨网捕鱼的场面 已经开始收了 有没有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每年秋天 是千岛湖渔民们最开心的季节 多年的水源地涵养 让千岛湖的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这里曾经创造过 单网捕捞30万千克鱼的奇迹 依托于千岛湖丰富的鱼业资源 烹鱼的餐馆在千岛湖街头 比比皆是 你叫千岛湖最有特色的菜什么吗 鱼 千岛湖鱼头 鱼头 千岛湖鱼头 千岛湖鱼头 没错 鱼头是到千岛湖必吃的美食 我们听说 在捕捞队有一位大厨 会做一道名叫 绿水青山的鱼头名菜 这道菜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能和是捕捞队的大厨 平时要负责捕捞队八九十人的日常饮食 今年已经五十多岁的他 已经在船上工作了三十多年 那你一天就是 得做多少条鱼啊 这样子 那多的时候多的呢 有多少条啊 百来金 一天做百来金鱼 我们员工吃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千岛湖的鱼头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 特别大 因为我脸这么大了 今天说的菜 就是青椒又和鱼头 青椒又和鱼头 做过鱼头 也可以叫绿水青椒 这个鱼头呢 去年在杭州市比赛 拿那个叶鱼头逛银的 您做的是吗 就是我去做的 就厨王争霸赛 你是厨王 好好好 我期待一下 走 咱们到那边去做 咱们就做一道菜 得有这么多锅吗 两个鱼头分两种收的 分两种 另外半个是收拌汤 另外半个是把它油 把它养熟 我这个鱼头把它先收下去 我就说一来到 我说做个鱼头需要这么大阵仗吗 原来它是把鱼头一分为二 两种烧法 这个鱼两半 稍微煎一下 热油将鱼头煎出香味 鱼头上的胶质 释放出细腻的油脂 精灵嫩滑 燃烧的白酒 为鱼头去除腥味 开始炖鱼头汤 炖鱼头汤 好 我发现许师傅干活特别利索 果然是负责整条船的人的一日三餐的 这个是辣椒 青椒 青椒 青椒又或者咱们这道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配角 青椒 把它剁碎就好了 剁汁出来 那我看剁椒鱼头用的也是辣椒 剁椒鱼头它是用蒸水的 同样的 再用油的辣 又湿了又把它把它压熟了 那怎么才算是好了 好不好用筷子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读得进去 轻轻地读得进去就好了 能戳进去就好了 就好了 鱼头坚韧在热油里 慢慢进熟 这样做出来的鱼头更加细腻鲜美 这个鱼要熟了 这样子必要它的汤汁 搞了半天 我们现在才懂 就是这锅咱们炖了这么久 到时候呢只取它的汤 然后这个才是咱们这个煮鱼头 放到那里面去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我真的完全跟不上 去师傅的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锅步 非常的利索 一步接着一步 一步接着一步 这锅走到那锅 再走到这边 那不然你没有这么快 你收不出来菜的 在这个汤里把它放到那边去 这就是取它的汤 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鱼头 浸熟了之后 再放到这里面去炖 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还得分开两半 浸熟的鱼汤它不白的 就鱼汤就不白 鱼汤不白的 这个鱼如果手白汤 你腌一下就不好腌的 腌一下 腌一下它都不白的 腌过的鱼 腌过的鱼就手不白 所以这道菜看似很简单 其实中间还挺复杂的 奶白色是千道湖鱼头汤的特色标志 无需添加任何调料 大火煮沸后小火慢煮 直至白汤浓郁 最大限度地保留鱼头原本的鲜美滋味 最后还倒工序 还有一道工序 这个一定要菜油的煸的 菜油香一点 不是荤的油更香吗 不是 我这个菜油要菜油 为啥呀 为啥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有个性 这个辣椒的汁水 这个鱼头是青山 旁边的汤是绿水 所以就是绿水青山诱惑鱼头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十件床 看起来很复杂 总算是把这道菜做好了 然后喘了一口气 刚刚真的把我忙坏了 因为我完全跟不上 许师傅的节奏 他干活太利索了 一步接着一步 一步接着一步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 当味道调查员以来 做过最匆忙的一顿饭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 许师傅做的这道 拿过冠军的青椒又过鱼头 走 好的 这么厚的鱼唇很肥美 很嫩 很厚实 并且很滑 有点像吃果冻的那种口感 就非常滑 那您一开始来这是做什么 我开始来就是 普老公遭遇的修麻饭王 从2000年才开始烧饭 烧菜做这一份 那怎么会转到烧饭来 他看见我平常烧菜 说的还可以 所以就要前面都要做 一坐就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然后到现在快要退休了 几个月就退休了 对吧 也不舍得 有感情了 一个大卫等的时间长 是有感情的 所以 时光变幻 人员轮替 每一代的捕捞队员们 都各自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彼此相助 团结奋进 每一个队员的辛勤劳动 都换来了丰美的回报 他们的努力让千岛湖的鱼 成了千岛湖的一张名片 鱼头是来到千岛湖必吃的美食 不过勤俭持家的淳安人 可不舍得浪费千岛湖鱼的一分一毫 就连平常人几乎不会注意到的食材 也会被拿来做成美味 您知道鱼鸣鼓是什么吗 鱼鸣鼓不知道啊 鱼鸣鼓 是啥 不知道 是一种乐器吗 鱼鸣鼓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找到了一位烹鱼的行家旅首 他擅长把人们经常丢弃的鱼的边角料 变废为宝 不走寻常路的他 将会给我们解开谜题 好 这里来了 我也来了 你包一下 好了 下面去做菜啊 好 我们现在去处理一下 好的 走了 谢豪荣刚过儿立之年 就已经是一家鱼味馆的总厨 每天与鱼打交道的他 自然练就了一身非凡的烹鱼技 这是我们刚刚选的鱼 我们叫鱼鸣鼓 鱼鸣鼓是什么呀 鱼鸣鼓是一个罕见的东西 我们称为是鱼翠 鱼鸣鼓是鱼脑部的一根翠骨 位于鱼腮后方 据说只有鲨鱼脑后才有 其实在淡水里生存的雍鱼头里也有 多吗 一条鱼只有一根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很珍贵的 珍贵的 我现在我教你怎么取 好好好 直接用手不用刀吗 不用刀 那么下面看一下 这两个指头 这两个指头 看到吗 有点像一根筋一样 你拿 这么轻易就取出来了 这么大一条鱼 只有这么一根鱼鸣鼓 那真的很珍贵 我看这应该是脆脆的是不是 它当我们经过加工以后 它会开花 就爆开 会炸开爆开 就会炸开爆开 我这道菜真的太血糊了 我们终于要开始做菜了 但是今天很特别 我们做的三道关于鱼的菜 都没有用到鱼肉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薛大哥到底会给我们 变出什么样的花样来 它工事比较多 因为首先要调汤 熬汤汁 还要喂鱼鸣鼓 还要弄金瓜笼 还有切丝 听起来就好多个步骤 所以咱们第一步 肯定是先吊汤 因为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对 将切好的鸡块 放入砂锅中 小火慢熬 让鸡汤的鲜美滋味 逐渐释放 关键在这里 鱼鸣鼓 这一根代表一条鱼 对啊 一根鱼鸣鼓 代表一条鱼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盘子 得有一匙的鱼 差不多 鱼鸣鼓要在高压锅里软化 加入姜和料酒 用以去新增味 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八分钟 在高温和强压的作用下 鱼鸣鼓的形态 会发生有趣的软化 我们这个已经好了 我鱼鸣鼓好了 我看看 我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开花 您开花 像鱼翅要发开 砸开 因为它是一个软骨体 这已经完全不是骨头了 你看 非常的透明 这个是它原本的样子 然后现在压完之后 它就断掉了 然后也展开了 因为经过砸发了 砸开以后 因为像鱼翅一样发完以后 会粗钻起来 这样 砸开之后的鱼鸣鼓 晶莹透亮 质地纯净 将其放入鸡汤中微致 为鱼鸣鼓增加更多的鲜美滋味 好 我们的鸡汤也调好了 那我们下部就做调味 调味 怎么调呀 首先我们调好的鸡汤 用细豆勺 肉肉渣 不能影响它细腻的口感 刚弄好的南瓜鱼 南瓜也得露一下吗 来 我帮您吧 说这道鱼鸣鼓真的很精致 因为我们本来选的就是 非常细腻的这个金瓜 然后一开始 这个压完之后又剁了 这一次还得再用漏网 来过滤一下 所以它的口感肯定是非常细腻的 那我们就装盘了 各类食材层层工序 一道精致的金汤鱼鸣鼓 终于制作完成 颜色搭配鲜明 用料细致讲究 引诱舌尖 勾动味蕾 在做完鱼鸣鼓之后 鱼鸣和鱼鸣 也在谢大哥的手里 便废为饱 薄如蝉翼的鱼鸣 拌上玉米粉 放入油锅 鱼鸣在遇到热油的 一瞬间迅速捧起 层层垒叠 极富动感 感觉像变魔术一样 将鱼鸣切片 焯水 焯完水之后的鱼鸣 看起来嫩白爽滑 富含胶质 放入炒好的调料中橘质 再搭配上颜色翠绿 口感爽脆的青菜 一道嗅水鱼鸣 也大功告成了 这应该是我吃过 最特别的鱼鸣了 因为这三道菜里面 都没有用到一丝鱼肉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不细看 您都想不出来 这是鱼鸣 对 它口感非常热 像吃汤圆感 这个鱼鸣吃起来 真的很像嚼汤圆 黏黏糯糯中 还带点韧镜 我们再来尝一下 这个鱼鸣吧 颜色很好看 这道菜叫黄金万两 金黄色 这个真的是爆米花的味道 非常香 你嚼着嚼着 还能嚼到那个玉米的香味 我觉得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一当零食吃 对 鱼鸣吃完以后 慢慢吃个我们这做的鱼鸣骨 这一碗就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做成的金汤鱼鸣骨 真的浓缩的才是精华 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鱼鸣骨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它这个口感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非常的爽脆 之前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找不到类比的 制作精细讲究 口感层次丰富 谢大哥不仅将鱼身上原本气质不用的部位 便废为宝 还利用自己的巧思 创造出了一道道精美的菜品 用自己的绝活 调制出了别样的滋味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寝中 还有一种更加独特的美食 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 被众人谈论评说 但对于它 人们往往是指纹其名 未谋其面 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这种要放在虎口上品尝的食物 究竟有何种独特之处呢 想要揭开这种美食的神秘面纱 我们要先去认识一种鱼 今天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 大家参观一下 我们在鱼博物馆呢 看到了非常多鱼 还有很多鱼标本 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 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走 出发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场所的 是整个亚洲最大的一个地方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干孵化的小鱼 小鱼 鱼宝宝 张绍峰 寻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 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 神秘美食之前 我们要跟它一起 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 也是国家级的梁工场 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四个月的鱼苗 杂交型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可以的 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又不好抓是吗 是的 真的生命力很顽强 你看它非常活跃 一直在 虽然是小鱼 但是 非常有力道 对 还有它背部其实有点渣 对 这个是它的骨板 就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我怕它咬我 因为它看起来很凶 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但是它没有牙齿 它没有牙齿 对 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 狮狮群的副本 和达尸黄的母本 进行防止 杂交的 对 然后这个鱼呢 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 就长得大 长得快 然后到了三年以后呢 我们要鉴定 这个旋律的公民 就是现在我看不出来 它是熊还是紫 对 阿峰告诉我们 挑选出来的雌鱼 会被精心照料 用来制作被称为 黑色黄金的鱼子酱 一条雌鱼 一般要养殖七年左右 才能产卵 成熟的鱼体重15% 都是由鱼卵组成的 近年来 千岛湖鱼鱼养殖业 蓬勃发展 作为一种经济鱼种 不断创造着 巨大的经济效益 如今 千岛湖鱼子酱的 产业规模 已经占领 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 成为全球最大的 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咱们为什么要往里面加冰呀 因为这个鱼的话 虽然说是冷水 但是温度太低的话 它也不愿意活动 就让它处于一个 休眠的状态 阿峰告诉我们 这里是赞养池 在取鱼子酱之前 巡鱼需要在这里进行赞养 那么体型如此庞大的巡鱼 要如何被台上运送管道呢 咱们怎么把它抓起来 直接抱 那我们现在 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 看看这条大鱼 要三个人才能弄起来 三个人还不一定 放进来了 一开始看到它很安静 在下面 其实它还是很有活力的 是的 这真的是我在这味道调查里面 见过最大的鱼 最重的鱼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鱼 被放到管道后 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 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 开始鱼子酱地制作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是的 要保持在16度以下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 古老而精致 需要在低温环境下 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 鱼卵取出之后 要进行冰水清洗 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后 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搓好的鱼卵 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 而洗好之后的鱼卵 还需要进行人工拣选 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 最大限度的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 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可以打开口罩吗 可以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它这个的话 跟我们腌制好的 是不一样 我想两种风味 这种风味更加清新一点 对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 要进行称重 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 加盐搅拌 腌制好的鱼子酱 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那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的 最后一个步骤了 就是排水 因为如果水多的话 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 它就水汪汪的 就跟粥一样 就品质极差 对 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 那它就会每一粒 精盈饱满 除了制作精细之外 鱼子酱的吃法也有讲究 将鱼子酱放在湖口 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 可以增加鱼子酱富裕的口感 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除了鱼子酱以外 最有价值的就是 这条鱼的精 我们图画里面叫它 巡龙鱼 巡龙鱼 因为它可能像龙鱼 因为它有些鱼很长 那种很威猛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叫它龙鱼 然后它的精的话 我们叫龙鲸 阿峰告诉我们 鱼鱼浑身都是薄 鱼鱼身上 这种被称为龙鲸的东西 可以作为食材 成就另一番美味 品相优秀的龙鲸 要从七年以上 体重超过一百千克的 鱼鱼体内取出 一条龙鲸的直径 要超过三厘米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 用这个龙鲸 做一道蟹黄微龙鲸 刚好咱们秋天也是吃蟹的季节 是的 你看我捏一下 捏一下它能够 对 立刻 它非常的Q弹 对Q弹 所以这个口感很好 这个味道很美 很鲜 很鲜 两样极致的东西 它配在一起 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是这样的 这个龙鲸 它边上包裹的 全部都是胶原蛋白 但中间呢 这个是骨髓 骨髓的话 不管你煮多久 它都不会烂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 这个骨髓取出来 是的 将处理好的龙鲸 放入蒸箱中 蒸一个半小时 高温作用下 龙鲸逐渐软化 此时 将蟹黄取出备用 将蟹壳放在锅中 加入料酒 煎出香味 这什么汤呀 排骨汤是吗 看起来像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 煲成蟹汁 然后出来 将蟹黄煎出香味之后 加入黄酒 再将调好的汤汁 倒入锅中 此时 我们的主角龙鲸 已经蒸好 这就是蒸了 一个半小时的龙鲸 现在感觉有点像 蹄筋一样 然后更加透明了 将龙鲸放入锅内 小火微十分钟左右 光滑的龙鲸 随着沸腾的金汤 上下翻腾 香味四溢 非常华丽的一道菜 我只能用华丽 两个字来形容它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 非常滑 很细腻的一种 蟹脂浓郁鲜香 蟹鱼龙鲸 黄亮润滑 口味复合 层次分明 鲜是蟹黄的香味 溢满口腔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股鲜甜渐渐涌起 搭配蟹龙鱼龙鲸 软嫩的口感 回味无穷 前两天我们已经尝过了 非常精美 非常奇特的关于鱼的菜品 今天我特意来到了 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 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 我们来看一下 从他的手上 到底能做出什么样 接地气的 纯正的香煎美味 千岛湖四围 群山魂抱 在千岛湖迎来 鱼业丰收的同时 山村人家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 在淳安县里商厢的大叶村 风景秀丽 物产丰富 是千岛湖畔 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刘大哥你好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 寻找香煎美味的 那你算找对吧 对啊 我叫刘仙勇 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 现在做千岛湖的 农特产推广 丰收季节 蔬菜成熟 瓜果饱满 刘大哥准备做一桌 食心家宴 来犒劳 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你看到没 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 给你做一个 我们这里的美食 土酱烧鱼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 是不是很好看 红艳艳的 然后很饱满这样子 这么多辣椒 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 这男生的个头还行 挺沉的 等一下我带回去 也给你做个好吃的 这里面有个西瓜的 大哥 那味感觉特别的甜 好甜 哇 特别大 这个还挺大的 这个还可以吃 这个有水分 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有点像甘蔗 是不是 这个都好重甘蔗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 然后接下来 咱们去干什么呀 接下来我们去 把辣椒摘好地 晾在那里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 洗辣椒 对 先把辣椒调掉 这感觉太好了 在山边在个小院前 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我们这个水很干净 也流动了 好 洗掉 千岛湖以鱼著称 除了万情碧波下 丰富的鱼类资源外 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 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 溪水清澈凉爽 鱼儿自由欢畅 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 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 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好嘞 石斑呢 这里面有 这是淡水石斑 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 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 因为都是 我第一次见就是抓鱼 这是专门抓石斑鱼的 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 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 来 我给它倒出来 真的是一个小陷阱 太好玩了 这有一个鱼网 看一下 这个肯定有鱼 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好多 多不多 这都是呢 对 来来来 把它拆出来 看看有什么鱼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我说的淡水石斑 真的很像那种 海里的石斑鱼一样 就小一点 是的 它体型也不会大 它大的 这个也是可以使用了 等一下你洗鱼 好 好 好 没问题 想要吃好吃的 必须得干点活 将抓回来的小鱼 清理干净之后备用 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 已经完全晾干了 此时 刘大哥 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刘大哥 我们现在要处理辣椒 用这些东西处理吗 对 这是我做这个 农家土壤的工具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 还第一次见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用这种来处理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铲刀 它是一把用出很多的刀 可以铲树皮 可以剁辣椒 是这样冲吗 刀保证90度 90度 就是平衡 你如果铲起来 它就是铲不铲不到底 对 是不是特别有用 特别有用的 我感觉因为这个刀 拿起来挺沉的 但这么往下垂直的话 就感觉挺省力的 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 剁的 也剁去了 那现在可以封弹了吗 做辣椒酱了吗 我还没有 还有我们的那个豆豉 那个是吗 对 把你拿过来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 长出菌丝 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将豆豉加入剁碎的辣椒中 充分搅拌 这一勺酱在我们传安 已经传承了上千年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传安酱 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 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户首页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 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对 满了刘大哥可以疯弹了吧 对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 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 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 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大功告成 千等万等终于到了 做饭的环节了 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 就用这个土酱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鱼的鲜美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对 先把鱼煎一下去吗 对 太香了 闻到鱼的香味了 将鱼煎熟之后 无需复杂的调料 调味的事情 就全部交给这一勺纯鱼土酱了 尝一下 有没有点鲜 辣椒味很香很浓 这拌饭做面 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 我们做一点 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 做的这个饼 就是切在这个锅贴上 这是爱情型的 来 大哥您来 你来一个圆圆的漂亮的 好嘞 这不错 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 但是好吃就行 味道好就行 不影响吃 不影响吃的 我们起锅了 看一下 金亮很漂亮 这颜色特别漂亮 没有加色素 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 好的 鱼给上一点点葱花 来 上桌了 走 来 上菜吧 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边美味 所有的这些食材 都是我跟大哥两位 今天劳动所获 来先尝一尝 来来 奶奶先尝 奶奶先尝 多吃吧 连骨头肉酥的特别嫩 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 小小的 所以它就很鲜美 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 就加辣椒酱 对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对 越吃越香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 然后辣椒酱 对 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玉米饼色泽金黄 口味醇厚 这是人间最平时的烟火 对当地人来说 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 我觉得总的来说 咱们今天这一桌菜的味道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很新鲜的味道 在大叶村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 归原田居般的生活 人们勤劳淳朴 自然也馈赠以物华风食 种种原生态的美味 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西安江水库的建立 改变了淳安这一方山水的生态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人们运用智慧 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 从索取到养育 从依赖到共生 用热情和汗水 收获硕果累累 收获成功 收获快乐